政治焦点来看到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了通保法修法 提高监听门槛 尽管法务部表达反对 议会一度停摆进行协商 不过最后还是在立委的坚实之下 依照民进党修法版本三读通过 立法院会期最后一天 议场空荡荡 因为朝野与法务部 在议场后头协商通保法修法 法务部认为 仅仅调月通联记录受限等 修法太严苛 要求立法院再评估 否则冲击治安 我们当然文字再调整一下 民进党团坚持不让步 在另一头召开记者会 找来前县长林光华 出示监听通知书 痛批特征组违法 不仅一票听到底 竟然相隔三年才通知当事人 这就是我们特征组一直在处理什么 一直在处理 滥权监听 一票听到保 简单讲特征组 这个是非常违法的 市政是相当明确的 那违反通报第15条 你应该是要立刻通知当事者 所以大概大家陆陆续续 这段时间大概都收到 才事隔三年之后 那假如没有 黄世民事件 我看这些都是实陈大海 虽然法务部尝试翻案 通报法在下午还是暂度通过 提高监听门槛 限制一张监听票 只能监听一人 检紧调月通联记录 侦办十年以上重罪 可以直接处理 其他案件都必须向法院申请 九月政争后 监听腐烂问题受到关注 也促使立法院着手修法 新唐人演的电视 陈定交台湾台北报道 找到了 感谢观看